众所周知,一直以来中国的无人机技术,在国际上颇富盛名,不论是军用无人机还是民用无人机,都深受各国青睐,民用大家无人机更是一支独秀,占据世界市场70%的份额,连美国大兵都不顾国防部纪令,私下抢购。 而军用无人机也是不落下风,甚至杀特土豪不惜巨资,将我国彩虹无人机的生产现引进国内,其从性价比,消费比来说都是出类拔萃的。 可以说,中国无人机的发展,类似于我国的超战,起步虽然比较晚,但是经过长足的发展,已经后来者至上,超越在无人机领域,经营几十年的美国,牢牢占据着世界无人机霸主的地位,随时科技的不断发展。 现代战争中越来越强调被接触作战的重要性,能允成消耗绝不近战肉搏,因为武器装备可以大批量箭制,在有生力量短时间内是不可再生的。 所以机动性强,安全性高,生存能力强,无伤亡风险的无人机进入人们的视野,并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 俗话说,双全难敌四手,好含笑不住群狼,单个的无人机在战争中,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,但是一群无人机组团产生的威力就不可同日而语。 所以无人机集群技术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争夺的一个制高点,值得注意的是,集群技术并不是简单,的将众多无人机,强行把道道一块,而是一种颠覆性技术,将大规模,低成本,多功能的无人机集群,通过空中阻挡,自主控制,群制决策,可以执行各种危险系数较高的任务。 例如,一百架无人战机组团出为攻战斗机,这时候群架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,即便是最先进的五代战机遭遇一百架机群无人机,也会批运应对,甚至会被轻松绞杀。 美媒曾表示,无人机集群智能技术,作为一种颠覆性技术,将成为改变未来战争规则的颠覆性力量,而在这种重要的领域。 在2015年,中美两大无人机大国,就开始了无人机集群飞行的竞争,但近段时间,据新华社等国内媒体报道,某科技集团日前成功完成了200架固定无人机集群飞行,再次刷新了此前119架固定无人机集群飞行的记录, 远远领先美国之前的103架记录,对于无人机而言,规模就是战斗力,此次纪录标志着智能无人集群领域的右翼突破,奠定了我国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。 未来,中国将在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,以及群替代机动,数量提升能力,成本创造优势的方式,重新定义未来力量运用的形态。